今天带你们逛吃贝克大美食博主 争相打卡的蒲羊 到底有多少好吃的 美食太多了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最近这两天有点上火 带上我的乐品乐茶馍茶一路 我要两块钱的老瓜头 这个煎包怎么卖的 我是老瓜头 你才是煎包 我要两块钱的 最后一个这个 也是按键 焦脆的老瓜头站在呼拉汤里 一吃一个不止声 第一次喝这么有料的呼拉汤 滑溜溜的手挫面筋一口筋度 这料表贼干净 里面只有抹茶和绿茶 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 无负担更健康 主要味道也很好喝 就是轻轻的火茶味 加上茶香 整理口感就很清爽 很适合暖洋洋的春天 这个是什么饼 韭菜鸡蛋饼 这个不能卖的 七块钱一斤 我来三块钱的 这个是韭菜鸡蛋饼 中规中矩吧 有点像我们那的面粉 说不上难吃 不符合我口味吧 这么一大鸡要多少钱啊 就打入了这一半都有 喝水 那这咋 你盛放在这切 那这个尸子哈 尸子 这个状况真的很大 很厚实 里面是鸡蛋粉条猪肉馅的 这就做到了皮薄馅 不 满满的很厚实 又来吃藏在小区里的果酿瓶 一般人真的很难找 旁边妈妈 我来做一个腰一把 你好 要给果酿瓶 放点就 微辣 微辣 中辣 中辣 多少钱 香菜要吗 要 薄的哈 薄的 薄的也是七块吗 就面子 你们是不是粿的 这块钱要冒饮 感觉这个好像毛巾卷啊 这个真的很好吃 里面的香菜就很提味 麻酱也可香了 烫嘟嘟的一个 我又自制了一个抹茶奶绿 把茶包放进牛奶里 摇一摇就好了 味道几乎还原 健康又好喝 我真是个小鸡蛋鬼 叔 你这个做的是什么呀 早撞 你早撞吗 这个怎么卖的 八块 八块钱一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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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整个的话多少钱 整个三四一块 那一块用不了那么多 再不从中间切一块吧 再剃一下 是不是油有点多 行啊 这块吧 大叶还挺好 刚好这一块 嘎的是四块钱 不多也不少 细细还挺便宜的 这个 这个是油煎的 里面的蜜枣可甜了 一分煎血糖 12钱一斤 我会八块 大会葡萄 我要个小笨子 小鸡 好吃吗 好吃 正好吃 家伙吃 家伙吃 今天对我吃 要一个鸡吃豆腐串 鸡块的 鸡菜的 我会拉中了 要中辣的 鸡菜 鸡菜 鸡菜豆腐串 这种豆腐就超细致 香香辣辣的 这个很大一个鸡 你要一碗大锅菜 快吃了 快吃 快吃 这里面 豆腐跟白菜吗 对 放一只肉 咱咱放第二吧 放第二 还有一个馒头 馒头随便吃 自己拿 哦 这一碗十块钱 里面是五多肉 但是有点嫩 这种大锅菜吃起来就挺香的 里面还有小肉碗跟豆腐 吃完大锅菜喝点抹茶玉露 就挺清爽结益的 您好 要一个鸡肉卷 我就帮您进口的 这么大一个七块钱 里面的鸡肉真的好多好多呀 谢谢大家